全面掌握国内外重要头条 专家分析 人物聚焦 黄光琴 POP抢先报 听众们大家好 以前老记者上线是我们固定的单元 一有即时新闻 我们都会请30年以上的老记者 有的时候某些人是不符合30年 但是也差不多了 黄干的新闻之历是30年 足足的30年的以上的新闻之历 他以前在台湾新生报 我第一个工作的时候 他就坐我隔壁 我是跑市政新闻 他是跑社会新闻 所以我们谈论社会新闻 推出老牌子的黄黄干 绝对是非常的地道的 黄干我们就来谈谈 这几天盛宵尘上 吵得不可开交的一个 渣男奸杀外拍小谋 陈信小谋的这个案子 出现一个大逆转 我们先不传逆转的责任谁负 以及现在有一波逃亡潮 包括网路 上面烂骂人家的 还有媒体颜面尽失的逃亡潮 要凹回来 包括警戒也非常的拗口 我们先来建构一下 这个渣男 其实他的外号叫成语 也不是他本名 那我们都用渣男 我们就用渣男叫吧 的确这个渣男 还是性侵的累犯 通缉犯 他奸杀了一位 这个陈信小谋 而这个陈信小谋 现在媒体 还没有颠覆掉的 就是他是另外一位 才列为被告的良性 也是一位女子 所仲介的 所以你先把我们建构 整个案情 而且要正版的 不能把那个先前 那么那么瞎搞的 瞎写的 瞎报的那些内容 再端端上来 好 OK 其实这个案子 我简单的讲 就是说 在2月20号的时候 成语跟他女朋友 也就是这个良性女子 因为他现在目前 并不能够被视为被告 我们把名字先暂时隐去好了 那他们两个呢 其实老实讲 认识才两个月而已 不长不久 但是呢 这个成语就告诉他说 其实我是外拍摄影师 你有朋友 姐妹他都可以介绍给我认识 然后我跟你讲 我付价钱都很好 人家5000 我是1万 1万起跳 甚至可能1万5 那可能梁思惠 就是这个良性女子 他就认为说 哎呀 那可能这个我们就 我这附近周遭的一些姐妹 可以介绍给他嘛 因为为什么良女会相信他 因为这个成语啊 他每次出手 都很阔绰那个样子 然后还拿出很多什么 黑卡 其实是淘宝网上面买的 维卡 维卡你知道 是 然后然后一下就拿出 这个比如说 好像进口跑车的 那个钥匙啊 其实都假的 可是在他面前 他就信以为真 你想一个22岁的女孩子 那所以说 其实老实讲一句 那对方 这个成语啊 其实自己也很年轻 可是后来就后话 我们等一下再讲 说他的前科 其实是累累 是 可是你们的男女 在交往之中 怎么会晓得呢 对 其实良性女子 他对于这个成语 他也只不过是一种 不是真正的 就是一种爱情 而是说 我碰到了有钱人了 这个是有钱狼了 我今天有机会了 对不对 那所以既然在他的 如簧之蛇 这样鼓动之下 好 我就把你介绍了 陈姓女子 也就是陈希小摩 给她当外拍对象 对 这时间点发生在 二月的二十号 那二月二十号 出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当他跟陈姓小摩 联络之后 陈这个陈姓小摩 答应了 那可是良性女子 她的手机就不见了 不见了 同一个时间 联络完手机就不见了 这我们正常人的话 我们就会想说 诶 那这个既然不见了 那我是不是要停 停机啊 停机 索卡 是 你的被人拿去打 对 那是我的权益 对不对 良性女子很奇怪 他没有这样做 好 那不管 从二月二十号 到案发是什么时候呢 案发是三月一号 大家记得 三月一号的时候 三月一号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 你就说 我们今天要把这个 这个陈姓小摩 约出来 那就约到了谁呢 约到了 陈宇 他在南港 那个外上大楼 就是案发地 那个地方 的地下室 他一个说法是说 他跟他约好 到了地下室 他们要去取车 要开走 另外一个说法是说 其实外拍地点 就是在那个地下室 可是其实很奇怪啊 那你到了地下室 没有人打灯啊 对 你场景在什么地方啊 陈姓小摩就觉得很奇怪 黑黑的 这到底是不是外拍现场 那是一个废弃的商场 可是那个商场 经过打灯之后 他还有一点那种感觉 就是说 好像是一个 三不管地带 人家可以进去 在那边拍嘛 那可是问题是 根本那就不符合一个 外拍地点的那种感觉 对 陈姓小摩 那个时候有警觉心 可是因为 陈宇对那边太熟了 太熟了 以前犯过案的 对 而且陈宇他以前的性侵案 就跟他这一次 杀害陈姓小摩的手法 是如出一策的 一模一样的 他趁你不注意的时候 他是声东及西的 他声东及西之后 他就从后面 他就是一掌就打过来 就是老实讲 那个时候你痛嘛 对不对 痛你就会往下 往下 他又一踹 往你的腹部 就一踹 这个时候 因为受害人 他一定会感到疼痛 而跪下来 你知道吗 这时候他就趁机 他其实他第一件事情 他是要抢东西 那你想说 为什么要对付 这样一个弱女子呢 等一下我就会告诉各位说 陈宇他今天 他连几百块钱 拿去典当手机 他都这样干 所以他对于这个 陈姓小摩 是出手非常的重 那所以说 他就是要抢他的 财务就对了 结果里面有他的手表啊 有提款卡啊 有等等等等的财务 所以说他当时要抢的是财务 可是呢 他其实他在 看到陈旭女魔的时候 他就觉得说 好 那我一不做二不休 我也要性侵他 那性侵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这个时候已经疼痛 已经整个人已经腹下 已经 就是已经跪下来了 他就趁势 想要性侵他 可是被陈宇 敌死不从 就是反抗这个 在反抗的时候 我跟你讲 这个 这个时候 陈姓男子 就陈宇啊 他这个是等于是什么 凶性大发 凶性大发 后来他不是有跟这个 那个警察讲说 是两女在旁边指导他 用陈宇的这个背包的肩带 来热死陈宇吗 不是 是那个时候 我们后来厘清的事实 才知道陈宇 他今天就是用 因为手边最拿得到最快的 通常我跟各位观 各位听众讲 其实最惨的死法 其实那个勒弊是其中之一 那是最缓慢而不人道的 所以这在我们犯罪学上面来讲 那个勒弊的那个痛苦死亡 大家你知道很难去想象的 那所以说 那陈宇他知道 用个人的力量的话 因为陈宇会反抗 所以用肩带勒弊的话 他的 就是说 他勒住脖子的那个 那个打击面会缩小 但是力道会加大 很痛苦 很痛苦 对当事人来讲 快的就可以使气管的空气 跟血液阻断 这样子很快就可以取其性命 那我们知道这个陈姓小魔 他是一对双胞胎的姐妹 他们是宜兰的女子 然后双双的北上来讨生活 然后租屋居住 那透过这个房东的口吻来讲 就是说这个陈姓小魔 他有时候 因为这个房住没有办法 极其的付出 他的这个态度 非常的千功有礼 是一对这样的一个姐妹 那在这个整个案情里面 彭华干跟我们建构非常的完整 而且是正版的 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 建筒广告我们来谈谈 就是说那两女是什么角色 两女现在即便有一个案情的大逆转 因为她妈妈跳出来了 说最爱还是你妈妈 拼了老命去帮你找不在场证明 你被白白搜压 禁见了三天 后来还其公道 但是她一直没有脱离 被告的这个角色 那我们休息一下这种广告 再请彭华干来 把我们进一步剖析 欢迎回到 POP抢先报的节目现场 我是黄光晴 我们这一段老记者上线 我们谈的是社会新闻 而且是这个礼拜 圣销城上的陈姓小梅 被奸杀的这个事件 我今天邀请到的是 我老朋友 他也是一位资历长达30年的老记者 是彭华干 彭华干是相当认真的一个资深记者 你看包括来上我们的广播节目 我看他密密麻麻的 记了好几页的这个笔记 是由准备而来的 华干我们刚 你为我们建构了整起这个事件的 主要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结构 可是我们都知道 最近几天发生了一个大逆转 就是这个渣男 成语口中的这个 捏造出来的主谋 其实主谋就是姓陈的这个成语 是个化名嘛 那他在自白的时候 他捏造出来说 我女朋友那个梁女 他才是主谋 然后设计了非常多的 这个人世实地物的一个场景 后来被戳破 他有不在场证明 是他妈妈跳出来了 梁女的妈妈跳出来 你跟我们讲 梁女的角色 他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是不是他介绍的 陈姓女模 是不是他介绍去的 第二个 手机难道这关键的那几天 都是被那个陈男抢走了吗 第三个 他现在没有脱离被告 那代表警方还是有怀疑 对没错他目前还是没有完全排除 可能是共犯的可能性 为什么呢 我等一下跟各位讲 其实梁女她的角色很简单 也就是说他今天这个介绍了 陈姓女模 让他男朋友 就是说陈宇外拍之后呢 其实他有一段很长的一段时间 是一个空窗 到目前为止 不要说警方很疑惑 连我们都很疑惑啊 可是陈宇在盗案的时候 也就是说他被抓的时候 他第一个他就讲这个案子 主谋是梁女 不是我 为什么 因为有死亡笔记本 还有死亡笔记本 死亡笔记本 第一个 列的就是陈姓小摩 还有一些其他 就是这个梁女的朋友 林测 为什么 就是说 这是哪些是有钱人 哪些跟我是有仇的 这都列为目标 梁女是这么样的一个蛇蟹角色 陈宇讲的活灵活现 当时办案人员没有办法 因为在第一时间之下 只有这个嫌犯的供职 可以用 但是他讲的又很有层次感 很有组织感 很有临场感 你不得不信 为什么陈姓小摩是第一目标 为什么 因为他竟然在脸书上面 散布我梁女 就我 曾经在酒店上过班这件事情 让我颜面扫地 而且我前男友还因为 我隐瞒这样的事 后来跟我适合 还有一套剧情 对很不谅解啊 对不对 那你看这个人 我是一定要报复他的 哎 简紧一听 我真的越来越可能 对不对 那好 那不管怎么样 他今天 他又说是 这个梁女 他是主谋 他拟定的 找对象的 然后要杀害陈姓小摩的时候 是他约出来了 约出来的时候 他从头到尾 不但知情 而且还在旁边 还看着 看着什么 看着他要杀害陈姓小摩的时候 因为陈姓小摩还有一丝气息尚在 他就拿了手电筒 帮陈姓 不舞上了那最后一枪 所以这样讲的 活力活现的 这个故事的版本结构 其实是可以背什么 不要说一般人听的觉得说 很合理嘛 对不对 那所以后来他们两个一起 在犯案之后 还不但去哪里呢 先去光华商场 逛耶 后段是两个人 两个人证实是两个是共同的 对 共同出入了 三月一号犯案之后 他们还跑去逛 逛完以后还坐车 到了台中 还投诉那个 那么高档的饭店 叫台中的长荣桂冠 对不对 还到逢甲夜市去吃宵夜 你看陈姓 这么 不是那个梁女 她这么的充容 所以我就跟你讲 她就是我的共犯 我都听她指使的 对不对 所以说你们应该把她抓来 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 警方就认为说 两女设有很大的嫌疑 就把她给抓来了 那抓来之后呢 你就想说 她当时关在里面 她讲了很多 但是我们不知道她讲什么 只有检察官知道 她一直说不是我 不是我 为什么你们都不信 只有一个人 也就是说 全世界只剩妈妈在帮你辩护 世上只有妈妈好了 别人都不相信她 就是妈妈相信她 梁母怎么样的 不但抱着电脑 还抱着他们家附近 那个摄影监视器 去跟那个里长拜托 摸摸摸摸去 摸去警察局 跟南港分局侦察队说 我女儿是好人 没有设案 不是台的 我们也是受害者 你知道那个时候 那个氛围 你要知道 有几万的网民 在那个网路上 已经把两女讲成 是一个蛇蟹 是一个 练女巫行动 已经展开了 对 她就是最大的女巫 我们一定要放一把火把她给烧死 就是网民 乡民 他们一向的那种 你知道吗 那是一种不理性的行为 结果看到这个妈妈出来之后 还被南港分局的侦察队长 叫颜光颤 她结果看了一下 比了一下 她就发现 两女已经压了48小时 两天了 两天了 她认为 如果真的 这个 在 就是说 那个 两母所拿来的东西 确实 他们看过之后 是两女是没有出她的家门的 而且电脑也确实 表示有在用 有用的那个痕迹 就是案子发生的那段时间里面 两女是在家的 对 所以 政察队长认为说 不行 不行 再这样压下去了 这样搞一个大乌龙了 这个会出毛病的 这会出毛问题的 报告检察官 报告检察官 可能这个情况 你必须要了解一下 检察官 其实老实讲 她在看过之后 她也认为说 好 两女涉案的可能性 就越来越低 对 华盖里面有一个 最关键的证据 其实就是监视器 对 在她住家旁边 其实有发现 那个两女出没的 这个身影 那就 两母就是 尽到母亲的责任 对 那但是呢 可是警方 她当初也是凭监视器 那个监视器 有一个毛帽女 对 还有另外一个 其实那个毛帽女 黑衣女 对 就是这边产生的误差 是最关键的一个重大 搞乌龙的一个关键 没错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黑衣女跟毛帽女 是在一起的 所以当时呢 警方把那个 那个毛帽女呢 认为是两女 黑衣女呢 认为是这个 陈女 所以就认为两女在场 那两女一定在场 而且 你们不是约了外拍吗 你们这样子进出 那是很正常的嘛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警方认为 因为衣身形跟形貌 还有外表的长发 以及她的胖瘦的那个程度 警方是靠这些东西来研判的 黑衣女非常难研判 因为她已经几乎看不出 她除了身高之外 跟陈女比较吻合 可是后来她没有办法能够确定是她 但后来真的 后来到了最后呢 警方再三的这个这个过滤之后 就确定了 其实这个毛帽女 是一个姓黄的住户啊 她也是一个艺人啊 所以你真的是搞错 搞错 就是说 刮错人肉 没有看到正面 而且警方又迫于办案的这个时间压力 时间压力 所以就是说 产生了一个重大的一个乌龙事件 而且我们要探讨就是说 现在这个曲爱媛 她是施改委员会的筹备委员 这个也是这个召集人 她就付召集人 对不起 她就在质疑说 也是外界的质疑 就是说侦查不公开嘛 你们要不是这个 有警方把这些资讯 喂给这个媒体记者 也不会有一缸子人 他们也跟着警方就这样错下去 是造成一个舆论的效应 我们等一下回头再跟华干来聊聊 就像一座 一列高速行驶的高铁 上面有谁做呢 有这个政论节目的 或谈话性节目的那些名嘴 因为晚上要拿着脚本要表演了 还有一群这个网友 哎呦 叫列女巫啦 我怎么能够扫我这一咖 对 那还有第三个就是 这个道貌暗然者 好 对 就他们就是 要谴责 用道德的高标准 来谴责 怎么会有这种舌仙女 这种行径呢 就后来发现 这一列的高铁 失速了 脱轨了 就一堆人被甩出车外 撞车了 撞车了 结果后来还演发一场逃亡潮 对 那媒体的这个角色 我们等一下也请华干 因为我平常不太看电视节目的 知道 也不太看这个电视的哦 所以我们要检讨一下 那段时间 媒体怎么被甩出车外了 哈哈哈 那还有人就形容就是说 是不是谢一涵 就像那个 像渣男 等于说渣男复制谢一涵的角色 今天如果犯案者 他是个编剧 你们这些警察 你们不是小白兔了吗 编剧会编剧嘛 对不对 会写小本的嘛 好 我们休息一下 今天我们广告马上回来 资讯爆炸的时代 更好更快的新闻选择 王崩晴 带您抢先直击新闻现场 胖 抢先爆 下期间12点29分是8秒 欢迎回到POP Radio POP抢先爆节目的现场 我们这段谈的是社会新闻 我邀请的是我的老同事 我的老朋友 那也是非常资深 资历长达30年以上的社会记者 彭华干 彭华干是有备而来 我看他这个密密麻麻记了 非常多的笔记 华干 为什么在办案的过程当中 压了这个良性女子 后来证实是一个乌龙 但是我们必须重申 现在他都没有排除涉案 只是说他的角色定位 以及该不该压这个部分 是做了一些转折 可是呢 很多人 这个大义失惊周啊 颜面无光 黄干你跟我们先建构 我比较好奇的 为什么出这样的错 以及有多少人丢了丑 OK好 为什么会出这样子的 大家认为是乌龙 对不对 我可以跟各位听众讲 他不是个乌龙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 我们看太多案子了 你要知道这个案子 其实我跟各位讲 真正的内幕 也就是说这个案子 在台中市井六分局 他已经在 这个曹农桂冠 把这个男的已经抓到了 然后再把这个女的抓到 男女嫌犯都抓到 带回台北来 都没人知道 然后带回台北来 第一件什么事 他们也很忙啊 赶快要到外上大楼的命案现场 把遗体给找到啊 光找遗体啊 请送金是要干嘛的 我跟你讲 那个 然后还在现场踩证啊 很多事情啊 他们都是在忙的不可开交 等到他跟这个陈宇啊 这个嫌犯 周旋了已经快十个钟头 他们认为说 嗯 他们办的差不多了 还打个电话说 哎 南港分局啊 为什么你知道 行案有属地主义 什么叫属地主义 也就是说发生地在你台北 嗯 然后你的关系人 嫌犯都住在台北 嗯 然后户籍地也在台北 嗯 所有的市政都在台北 嗯 那我们就会把案子交还给台北 所以后面破案的时候 大家一定会看到新闻上面 一定会写 台北市南港分局 会同台中市井 六分局 破获成性女魔被 这个性侵杀害案 对不对 嗯 你搞了十个钟头 打电话给南港分局的侦察队长 侦察队长拿起来的时候 我跟你讲 他的脸他的面部是扭曲的 嗯 为什么会扭曲你知道吗 哈哈哈 你们这些 呃这个呃弟兄们 都帮我办好了啊 嗯嗯 谢谢啊 可是呢 问题是你们都吃干妈净啊 嗯嗯 剩下来呢 我要干嘛 就是我们要整个插尾巴了 你知道 我们不能讲另外两个字 那比较不雅哈 哈哈哈 所以你就你就已经都已经弄好了 所以到时候手工 抢工的心态是绝对有的 有 可是大家放心 经常办案过程都有这个 嗯 这个是重大案件 对 这是非常重大的案件 是 这个已经弄了十个钟头再交给我 嗯 检警共用二十四小时的办案时间 大家都有概念吧 嗯 有印象吧 嗯 你花了十几个钟 十几个钟头 交到我手上 我只剩下几个钟头 我要去把这个什么呃 相关的物证啊 机证啊 全部都都来 我可能还要在重建现场等等 诸如此类的 我还要再去看那个监视器的画面 我告诉你 我有几个钟头 诶 光琴 嗯 我们现在 啪抢先报 收听率第一名的 嗯 光琴每天准备这个上这个节目 她哦 费食啊 她还剩下多少美国时间可以吃饭 当然 睡觉 是 警察也一样啊 也一样的 那要命你知道吗 嗯 交到我南港分局所长 我是在地的啊 我是主办单位啊 属地主义 属地主义 结果我们弟兄们 台中来的一票兄弟已经帮我办的差不多 那我现在还有很多事要做 可是我现在几乎已经做不了了 是 我听到有有有个名嘴 在这个电视上说 不不叫他妈妈来啊 他妈妈来马上就知道了啊 马上就知道 就不会发生乌龙假错 冤错假案 扣押错人的 这种事情啊 告诉你 这个乌鸦嘴最好是闭上 为什么你知道 嗯 你不了解刑案的侦办 嗯 那种时间压的紧迫 嗯 我们天天在看 不要放这种马后炮 嗯 然后我可以告诉你 嗯 当南港分局收案没有几个钟头 视频地检署电话就来了 嗯 来了什么 来了说 哎呃 请问亲爱的这个队长 你知道我外面已经有多少记者在等了吗 嗯 对 媒体也是个压力 你要我被记者深吞活泼吗 是 案子赶快送来 嗯 嗯 所以警察就老实讲 他急了 南港分局就夹在中间 对 人家先送一个案子给我 不知道什么都已经都弄好了 遗体也找到了 嗯 可是我现在在后面周边的证据补强 以及第二次征讯笔录 以及这个原现场的重建 这些事情他们都没有时间再做了 嗯 可是依照成语 就是祖贤的 供职这些等等的 就马上要报告检察官 嗯 要跟检察官 全案背景说明 嗯 检察官听完了还要看完卷证 看完卷证他才能够写新闻稿 免得被记者深吞活泼 对 大家就了解了 嗯 我现在我虽然讲的 我虽然快快的讲 大家能够马上理解就是说 为什么24小时的检警共用办案 会发生这样子的差错 清楚 而且我相信华盖一定是采访 因为他每次上节目之前 我都看到他在打电话 因为他在警戒的关系人脉 他可以采访到比较接近真实 而且实际的状况 华盖那你跟我们讲讲 这个办案的这个黄金 等于说这这么多天了 嗯 记者也很黄金啊 对啊 记者这个每天要上电视 压力也很大啊 你当天你没给我 一个脚本的分量 而且每个人都要轮流上去表演 嗯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会掰出一些剧情 而且这剧情可能很多是 警方留给平面记者的 平面记者那些就是现成的脚本 还有网络上有一些资讯啊 那这几天到底有哪些 背离事实 现在已经证实是 这个搞乌龙的一些发言呢 有就是说他现在就是 我们能够确定说 那这个 呃 两女呢 她是真的有不战场证明的 嗯 这个确定 因为当时其实很多 在乡民啊 他就讲说 你怎么下得了手啊 你束手这么狠啊 你男朋友可以把他给杀了 杀不死他 你还补了一枪 还用手电筒打他 当时候媒体也有演这一段 媒体还 还有人拿出来上演的这一段 对 用肢体动作来演的这一段 为什么 因为这都是建构在一个 已落网的嫌犯所讲出来的话 那所以说哇 这大家就 所有的网民就在讲说 你是蛇蝎 你是妖魔 网民又看这些电视 对 又看这些电视 看这些讯息 那是合理的 排山倒好了 对 就是为什么他们又觉得说 这个是非常合理的 那还有掰一个死亡笔记本吗 那死亡 那个死亡笔记本 那就更好笑 因为你知道 死亡日记 死亡日记 那个 说日记也可以 那死亡日记 里面有什么 里面竟然还有这个 这个呃 就是那个 良性女子啊 她以前在酒店上班的 这个姐妹涛 现在跟她一起当 外拍的女模了 她说这个 为什么 因为知道我过去 事情太多了 这个也要把她给干掉 哇 那名嘴就拿来引用了 讲的活灵活现 我们常常 我们常常在想说 真的有这么多内容 跟东西吗 所以我现在要推回到说 呃 现在死亡地医院署 在查说是谁泄密的 怎么能讲出这么多内容 好 那我今天也在广播上 就明说了 如果警察不讲的话 那记者是写不出东西来的 当然 可是你今天想要去查泄密 我跟你保证 绝对查不出来 嗯 你知道为什么吗 对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记者 如果真的被你传讯的话 嗯 我们在法庭上 是有保持揭默权 对 而且我们带到棺材 我们都不会透露新闻来源 我们绝对不能透露新闻来源 对 可是记者 如果说他明天发不出稿来 嗯 那警察也很难混 是 是 所以说大家就晓得说 在这种 共生结构 就是现代社会的 这个多重压力之下 对 那你就说 我们今天会怎么会有这个版本 第二天再完全去推翻 还是回到我刚刚讲的 我们需要一个女巫 嗯 我们需要一个女巫 我们才能够宣泄 而且我们心中的不满 嗯 怨恨 对 好 华干这个 呃 媒体都会 呃 这个恍然大悟之后 会把这个案子 跟之前几年发生的 这个妈妈嘴 嗯 好事件 做一个类比 嗯 因为 那个案件 现在这个谢一涵 嗯 他现在是审理当中 可是 已经免于死刑了 这个我们 节目也探讨过 嗯 当初这个华干一路紧追 这个案子 甚至也做过 现场第一手的 这个模拟 哦 那华干你跟我们讲说 这两个案子 呃 这个渣男成语 跟这个谢一涵之间 有没有一些 共通的人格特质 以至于掰出了一些案情 对 他其实有一些地方 是蛮类似的 也就是说 在当时我们看到说 一个地方 出了两条人命 也就是谢一涵 在2013年 嗯 哦 他竟然杀害了两条人命 是谁呢 嗯 那个就是陈静福老先生 以及他的太太 实践大学的副教授 叫张翠萍 嗯 你能够一个弱女子 杀两个男 也杀两 两个人 嗯 虽然他们都是老人 但是在地缘上 嗯 在这个我们在 我们就在刑案的探讨上 那个犯译的构成上 嗯 其实他一个人 恐怕做不到这样的案子啊 嗯 是不是 所以当时就严重怀疑 妈妈嘴咖啡店的老板 吕炳红 嗯 他很可能涉案 嗯 那连带的呢 警方跟警方 当时也认为说 他还有一个股东 叫欧石成 还有一个朋友 叫钟点峰 嗯 这些人都涉有重贤啊 呃 当时有媒体也去模拟啊 对 他们可能搬运尸体啊 然后在哪边啊 几点几分干什么 对 通通要这个抓起来 但是呢 其实那个检方啊 两次要求生压 这这这这这几个人 那老实讲 那个时候法官说 你这样的证据是不够的 嗯 你要叫我怎么压呢 嗯 当时你知道群情激愤啊 嗯 可是那个时候的社群团 社群软体 还没有那么普遍啊 可是皇上我必须坦诚 我那时候都有点相信啊 你当然会相信 因为因为若女子 他怎么处理两个人 他怎么处理两个人 对对对对 好 其实我到现场去看 我坦白讲 我对那个现场的感触很深 为什么 其实我到了妈妈嘴的现场 我第一个感觉 大家绝对想不到 嗯 当我下午去的时候 我到那个地方 我重新重回现场 我就发现 有两只大黑狗 嗯 虎视眈眈看着我 嗯 那代表什么呢 代表什么 代表这两只狗 他有警觉心 哦 如果你今天是外人 要来这边犯下命案的话 嗯 狗会叫的 嗯哼哼哼 狗会扑上来的 对 那这狗是什么狗 嗯 是在旁边一个废弃的洗衣场 嗯 的一个资源回抽的一个老人 他是我养的狗 嗯 那时候我去的时候 我腿都软了 嗯 那两只狗在那边 我一看完了 那所以呢 我一个人 他会扑上来 对 结果后来那两只狗 没有扑上来 嗯 为什么你知道 为什么 因为他不怕生 不怕人 哦 哦 我们马上就跟命案 联想在一起 哦 这是一个废弃的洗洗衣场 嗯 那很可能会不会 嗯 凶手在这边犯案 嗯哼 我相信警方都有用发光案 跟多颇玉光源 在现场走了一遍 嗯 那可以 可以显现血迹的 嗯 那既然这些东西 警方都已经做完了 嗯 还是没有办法能够确定 嗯 这是命案现场的话 嗯 因为连狗都不怕 嗯 所以歹徒很容易可以在那边 杀人 嗯 灭鸡 嗯 再弃尸 就很充裕的时间 很充裕的时间 所以我在现场看过之后 我的感觉就是说 这个歹徒非常冷静 嗯 而且他知道 选择在什么地方 做这样的案子 嗯 地缘关系 他又熟悉 非常好 而且他会选在 涨潮的时候 气湿 嗯 后来全部都印证 嗯 他真的在涨 谢一涵在晚上九点以后 开始涨潮 嗯 淡水喝 开始潮水 第二天我们 我们下午去 去到现场 那是退潮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红树梨 那水鼻子 都可以露出他的根部了 嗯 在退潮的时候 他不会这样做 嗯 他就选在晚上 以吕炳红 他儿子满月为由 嗯 谢一涵打电话 叫陈静福老夫妇啊 他们下来 结果他一个一个 带到这个河岸边 把他们杀了 再推下河里面 趁着涨潮的时候 把他 趁着涨潮 趁着涨潮的时候 推下去 他认为 水水流去 可以让淡水河 带到大海 结果不幸的是 老天有眼 这两个遗体 都冲回到岸边 嗯 这就是他 自作聪明的地方 嗯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但这个案子里面 其实这里 这个案子太像 嗯 太像什么 嗯 陈续 陈续女谋这个命案 嗯 因为大家认为说 我们一定要找到共犯 没有共犯的话 这事情要怎么 才能够让大家觉得 心里得到贫富呢 嗯 得到一种正义的 那种 那种 那种伸张呢 嗯 所以当时压过以后 把 吕炳红 他们这几个 压起来 可是压起来 那个法官还是说 这样还是不行的 嗯 我跟你讲 你根本没有直接的证据 嗯 所以当天 法官就说 交保 嗯 用三百万元 让吕炳红交了保 嗯 那个时候我就冷眼旁观 吕炳红你知道多快就就筹到三百万了吗 嗯嗯嗯 两个钟头就筹到三百万 哎呦 是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那个时候我就用我的研判认为 他没有做 嗯嗯 为什么 嗯 因为他能够这么快 筹到这么多钱 嗯 现金啊 代表他没有 他没有缺钱到这个地步 对 但是他当时这样讲 根本没有人要听 嗯 连检察官都不听 嗯 就是你干的啦 对 你还是烧金纸 对 你还对那些 被你杀害的人 对 有愧疚之意 所以你还趁着大物 在烧金纸 嗯 那个地方后来我们也能够验证说 为什么谢一涵 他能够能够以一个人的力量 嗯 可以杀两个人 嗯 那个起雾的时候 手伸出来看不到五根指头 所以没有人 瞒天过海 他在那边坐 一人杀两人 是 所以他利用这个天时地利 啊 还有人方面 人方面 虽然人不合 但是某种程度 他也运用了他的这个 写剧本的这个经历 对 这个功力 然后他去陷害别人 其实跟这次这个渣男之某种 有异曲同工之妙 听彭华干 来帮我们解析社会新闻 说实在的 我觉得非常精彩 不过彭华干 他有相当 这个 深厚的 就是所谓的 社会新闻的一个底子 他的人脉也非常广布 等一下我们来谈谈 震惊新闻了 什么震惊新闻 我们来分析一下 署长陈国恩 他是不是有可能 在这一退 这一波的逼退潮中 变成一个受害者 好 我们休息一下 这段广告 马上回来 POP抢先报 欢迎回到 POP抢先报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老记者上线 欢迎我们老记者上线的是 真的是老记者 这个彭华干 彭华干讲起社会新闻 真的是 非常的可见功敌 我们来谈一个 我也是我们共同的采访对象 也是老朋友了 陈国恩 他警政署署长 现在刮起了一 这个一片这个逼退风 而且是由民进党的这个立委 群聚在记者会上所发动的 当然他们有他们理由 就是说你处理成抗这个活动 执行不力等等 我以今天一个讯息 作为我们这边的开场 就是考试院不是有这个李莱西们 他们几个团体进去抗争吗 所以迫使这个新任的 这个考试院的副院长李洋 昨天把那个工替费都临时取消了 那今天呢 又听说要召开会议 然后又有人要去抗议 结果如临大敌 你知道出动了468名的警力 结果后来来了多少人 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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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说 华盖你可以谈谈 就是最近你所了解 为什么陈国恩会面临 这样的一个被逼宫的 这样的一个局面 其实陈国恩啊 我们认识很久了 老师想一句 他在警戒他是一个儒匠 他是一个儒匠 代表他心思非常细腻 他应该做到的事情 他一定是念之在之 你放心 你知道他每天起床都要干嘛 他每天起床一定到M Police 什么叫M Police 就是警方的多目标追踪系统里面 他去看所有各线是重大案件的 最新及时资讯 那个是3D画面 彩色的 可以连接到最第一线的警察 也就是处理案件 重大案件的警察 他们的M Police的那个机器上面 就说马上传回那个讯息回来 所以你就知道说其实陈国恩 他是非常非常的 努力从工的 但是你说今天派了468个警察来 结果全国公务员协会 这个抗议团体 零人 没人来 连李来西 李来西昨天有去 昨天是那个工厅会 今天是审查会 今天没有人来 那你说 请问我们要怎么样去浪费我们的警力 有时候我这样讲好了 从318学运到现在 警方浪费警力的人次 那叫十几万人次 不要把这种事情 就是说我们就用一个单一的事件 来看这个事情 你会觉得说太离谱了 那陈国恩你是不是 真的不晓得重点在哪里 其实我们不是这样看待事情 今天如果换任何人来 他都是会这样做 因为你已经呛 我要包围考试院了 警力作为是一定要做出来的 那所有的保五保六总队 都必须要待命 大家只看到这四百六十几个人了 我告诉你 两千人待命中 那个待命不是说 我就在队上待命 不是 你已经从淡水的队部 被车子送到立法院附近了 随时要准备增援的 所以看见四百多 后面两千多 待命还有上万 所以大家就晓得 其实有时候群众运动 跟围场运动 耗费多少的人力跟时间 其实黄冉 我可能你跟我都一样 我们秀到这个新闻点 就是说 陈公恩 我们公司公办 虽然是多年的采访对象 但是我们公司公办来评论 就是说 过去我们用同一套标准 就是民进党当时候 怎么批判 马英九的执政时期 就是说那个警方架起 蓝血网了 哇 那还耗费公堂啊 那为什么有这么多 承抗活动 会批判他施政不利 是不是 在野党的时期的民进党 现在执政了 也应该想想 为什么有这么多承抗活动 第二个 警政署做的不够吗 十个人进行承抗 我出动一百个人 一百个人承抗 我出动一千名警力 对不对 这么 尤其是柯建民被打了以后 你看 一步一区啊 一步一区啊 你每一个立委 我都派个bodyguard在旁边 然后署长自己去当 这个柯建民的bodyguard 做到现在 大家又扯了一个 承抗的这样一个理由 处理不利 有人当面叫他休息 你说这个对陈公恩来讲 是一个很压力 所以陈公恩到底是 急凶 未卜呢 还是难卜呢 还是 华干你帮我们扑一扑吧 我干 呃 我们就这个挂已经 挂项已经非常明显了 是 施义方跟罗志正 还有江永昌 他们前天开了一个记者会 那就是一颗风向球 丢出来就是告诉你说 陈公恩 你该休息 就开枪了 开了第一枪了 这枪已经打出来了 为什么 因为他最主要是讲的一个是 就是说 哦 这个毒品的茶几也不利啊 然后那个 那个诈骗猖獗的 我们脸 脸面全都丢光啊 等等 诸如此类的 施义方讲了 由不客气 他说 啊 署长 你要是累了 就该休息了 现在我们要讲 在全国的警察的眼里面 陈公恩是一个暖男署长 嗯 他马上就留言了 嗯 他马上就留言了 诗义方 你讲这样的话 我们宁愿要我们的暖男署长 我们也不要一百分部长 哎 又骂回去了 骂回国防部长 国防部长 大家就往内互打 可激烈了 对对对 冯士官骂那个教育部 对对对 然后昨天那个准监委 那个陈世梦又打那个冯士官 冯士官又回打 对 这个可激烈了 但是我今天说实话 你说今天 我们今天是空包弹吗 准备四百多个警员 结果却 这样好像是浪费人力 我认为这不是的 这是因为警方的资讯还不够 这是他们要改正的 是是是是 就像罗志正有讲说 黄之锋 也就是香港 香港民运人士 对黄之锋 黄之锋 他他今天在机场差点被打 嗯 这个也是警方要教想 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因为当时我看那画面 我看那画面我吓一跳 为什么 你会动用到黑衣人 黑衣人是什么 四海八海剧堂 跟主联邦红人会 这两个部队都叫做战斗部队 嗯嗯 哎 战斗部队什么时候会参与政治啊 是 所以警政署 他有时候资讯不够 是要加强的 所以 黄干今天为我们解析社会新闻 我们 以后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我们有时间 我们有空间 好 那我们都邀请黄阿干 真的是精彩 真的是好听 而且他都会做采访的 我们 好 我们今天到此为止 黄干 跟听众朋友拜拜啦 谢谢光琴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下次再见 拜拜 我们接下来请收听 联邦抢先报 以及由Danny主持的音乐123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POP抢先报 制作人高培轩 企划制作张云珍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音乐123 美国同学道新闻 明镜需要您的制作品